我會去傳想一些奇奇怪的 比如說他們那一陣子就是 大家都一直學跳舞 喔 上課 你也去了 好 我去了 通通去了 然後去 那我們就想說 我們也不放心 我們就跟去 那從頭就跳那種 哪有你去跳舞 有的 我自己不會好不好 對 這義交在指揮交通 對啊 我們先生也都去了 你知道 我們都跟去看他們到底幹嘛 他們先生們其實跳起來像是在跳義交這樣 我們還跟著一起跳啊 你們也要跳 對啊 但男生跳舞真的不好看 不行啊 就跳那種那麼像話嗎 是啊 姐妹們的一通電話 端午佳節 中國人過的三大節日 端午中秋春節 端午佳節的當天 他必須要去幫姐妹到台中去給一個 SURPRISE的生日Party 所以我晚飯根本就不要吃 原本約好了 在家裡面 我要請客 那每一年都有端午節啊 那朋友每一年不都有生日嗎 那搞不好今年他在台灣明年他就去美國了咧 搞不好他隔天就出車禍意外了 就一直不去 他又修好你的衛電 不能一直搞不好 我不想回答假設性的問題 他這樣言論可以過關是嗎 不能過啊 噴啊 小明對不對 對啊 我們是義氣耶 他們也常義氣 比如說黑人要求他就馬上到 為什麼你不能去幫你呢 沒有 他如果那天沒有來 真的就太過分 因為大家都到了 他也沒辦法講明了 而且你們也會辦什麼驚喜生日 而且黑人生日你們還連辦兩天 我有說什麼嗎 是不是 黑人生日他們會讓你去 我有去啊 對啊 第二天我去 但第一天是他們自己玩 我就沒有去喔 噢 第一天他們都在念佛經啊 什麼 聖經 聖經跟聖經 基督徒 對啊 會因為姐妹生日 然後串通大家一起來 幫她慶祝什麼 像我就有啊 他們在韓國的時候 因為會有這種驚喜派 驚喜生日嚇人的 這個是從她生日開始 因為一開始呢 是因為我們就是 姐妹要去韓國 然後沒有一個明目 就不敢直接跟老公講說 我們就是要去韓國逛街買東西 然後剛好約十一月 麗婷十二月生日 我就看啊 那就說要去韓國幫她過生日 然後機票什麼 當作禮物送她 這樣比較好跟那個張志峰講 然後就因為這個明目 我們就去 不是妳現在講出來 回家還要過嗎 不是 那晚她應該睡了吧 對啊 然後就因為 可是就真的去了韓國 就真的有買了蛋糕 然後給她一個驚喜生日派對 史上最早暖壽 真的嗎 十二月 我十二月二十四生日 十一月二十九就在過 我不知道要過什麼意思 所以我當下是有點覺得說 今天是誰生日 就把農曆當國曆再過 還是要有一些理由給東哥交代一下 我們有過生日喔 去韓國但是有過生日 要拍一些證據照 可是因為妳孩子在一起聊的話 其實有的時候 比較不顧形象比較放鬆嘛 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是很熟的朋友 會這樣嗎 她真的還蠻不顧形象的 對 比方說剛剛講那個端午的事 因為那個朋友她是在Motel上班 她是員工 然後呢 我們就是要開一個房間 媽慶生 那等她上班 我們請她進來打掃 是不是就給她一個驚喜 好那我們在裡面大家就在等啊 吃錢出去聊天 這位大姐呢就說 我要用大便 然後我就說 去啊 然後 因為你知道Motel裡面那個門 是沒有鎖的 對 它只有玻璃 對 然後它裡面 它那一間是那個拉門 然後那個拉門 她 大姐也不拉了 她那個門她都不拉了 她就直接進去 然後坐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想說她上廁所 然後就聊聊 然後我也很想小號 我就走進那個廁所裡 剛好鏡子跟她 就反射她正在用力 她正坐著 然後反射我就倒退兩步 我就說小明妳要不關門 她就說 我剛剛不是講 我要大便 我是說這人也放太開了 就是 趕快出去 對 後來就有過了差不多半小時 還進去上廁所 喔 她放這麼開啊 她放超開 知道老婆在外面的惡行惡狀嗎 不好意思 這都是我教的 我在幹嘛 因為我在家大便 也都是這個樣子 大便 學這個就對了 因為在Motel房間嘛 所以勢必是要看一些成人片 在Motel耶 Motel不是都有幾台 是可以 因為那些汽車 台中的汽車旅館很有 很有名啊 對 就轉到那一台 然後就 你們幾個女生啊 然後剛好有三台 五個女生 可以比較一下 我讓你們光吳節 去給朋友慶生禮 好嗎 你知道我是大便 就看黑片 是像話嗎 轉過去 沒有 她也是看了之後 想要回去 增進你們之間的幸福啊 不用了 Jerzen看了更多 剛好那一天又是各國不同的 真的嗎 如果你們的女朋友 是跟他們前輩 他們專門在專研這個愛情的動作片 你們可以接受嗎 我自己會很開心 就說你開心啊 我會感到 你會 不是 他們在專研 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我是比較保守 你保守 你保守 其他的咧 我想 夢多應該很能接受吧 很開心對不對 如果你們不要去唱這些 我不用我來教 這也不錯 我覺得還蠻妙的 因為剛剛整個聽一下 我覺得就是一鳴哥 最不能接受 維林跟姐妹桃出去 那維林有沒有做過什麼事 是你不能接受的 跟姐妹桃 沒有在規定的時間內回來 還有就是晚上 不能在外面規定 不是嘛 這不是對小孩的規定嗎 對 我如果是維林 我會覺得很生氣 我從小到大被我爸爸媽媽管 我結了後 我應該要自由了 不是 我還是被老公管 不是 這是很合理的事情 因為 其實你要出去 你早上六點可以出來 你六點要去哪裡 我早上要去哪裡 我早上要去哪裡 這是一個責任 對 責任的問題 你可以六點出門 你晚上 你玩到晚上六點 十二五小時應該夠了吧 你不用 你不用 維林哥 早上六點半 很多店都還沒有開 你要選 你去四點鐘 那老人都出門了 那我問你喔 維林哥如果今天是 他們三個人去唱歌 唱到早上 準備從凌晨四點 唱到早上八點 然後維林六點去參加 可不可以 你只要六點去 你只要六點去 他們唱八點還有兩個小時可以唱 可以唱 你不要慢慢唱 對 如果他們不累的話 唱到十點也可以 OK 伊林哥屬於早場的 是 就是只要你晚上不要出門 然後晚上 晚上是幾點之後不能出門 我跟你講 最好是十點以前 十點到十一點以前 要回到家 這樣不容易出事 我跟你講很多事情 都在晚上發生 你是對維林這麼不放心嗎 不是 有一次他就去參加一個派對 就是差不多十點就出門 我一算 他十點出門一定十二點 我一點 才會回來吧 我就跟他說 你十二點以前回來 結果他我十一點半 我就打給他說 快十二點了 準備回來了 然後我就衣服穿一穿 我就出門了 你去哪兒 接他 不是 我就去忙我一次 然後 我十一點 為什麼他十二點要回來 你十二點出門忙你了 他有去地方法院按鈴申報嗎 有可能 有可能 我不是故意 我十一點 四十五塊打給他說 到哪裡了 他說 遲累了一下 人家就回來了 其實我那時候 我已經到了按摩中心 我去按摩 我按兩個小時 是正式的按摩嗎 我正式的按摩 我按一個半小時 不是那種土耳其 或什麼之類的那種 不是不是 我不做那個東西 結果 他回到家 十二點十分 他打給我 他說你在哪裡 我說我在按摩 我要十二點四十五分 才會回到家 這樣 憶民哥你 我覺得你是不是 你知道你有去參加過Party嗎 一般十點到暖場 你正式要開始High的是十二點 沒錯 那他那麼早去幹嘛 他十點到十二點 說不定沒有人啊 沒有 已經人都來了 然後後來呢 他是拉著我弟妹百龍一起去 然後我就拉我第一局去 就我們兩個都比他們更晚回去 從此以後 我已經再也沒有晚上出門過 因為 我只是要告訴他 如果你要晚出去 我比你還晚回來 就是用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的一個方法 也不是 這就是一個管理 家庭管理 會這樣嗎 你們最晚都幾點回家 我真講真的會這樣 因為我老公也是像一鳴哥那樣 真的嗎 那你最晚幾點前一定要在家 所以我身邊只剩小咪這個朋友 沒錯 因為我也會限制小咪 你也會 以前我都不太限制他的 國外回來的不是會比較 對啊 太棒一點 以前我都不限制他的 有一天他跟他的姐妹們去吃晚飯 然後他說 跟姐妹們聚一聚 我說那吃完晚飯 你就回來嗎 他說對我吃完晚飯 沒事我們就回來了 吃完晚飯他打電話給我說 我要喝個東西 我說那你就喝東西 然後十一點鐘才打來 我說那是不是差不多該回來了 然後我說 沒有我們在還差不多了 因為胖現在喝醉了 就我們另外一個女生朋友喝醉了 那我說那你把他照顧一下 差不多該回來了 我就打電動 十一點半 人還沒回來 打電話給他 他說胖現在已經在叫車了 馬上要回來了 我說好已經在叫車 他吐半天很爐 我說怎麼會搞那麼晚 都幾點了 吃完飯喝東西都十一點半 還不回來 我再繼續打電動 一點半 我就看人沒回來 我打電話 他說我剛送胖上車了 胖現在要回來了 我想我就再繼續打電動 兩點半 叮咚 他人回來了 他看著我要鬥幾點了 因為他喝醉了 我說都幾點了 你現在才回來 兩點半了 你跟我說你十一點就要回來 十二點就要回來了 不要跟我講那麼多 他直接抱到我身上 就親我 他看著他